除了到郭丁湘參訪 總統也研究在早月朴 也在行政議長無地國的頂人拜登之下 來到中興新生的建制部 將臺灣創新航空參訪 對到航空先進的文設計統計室 以及列車建造頂頂的推動 發揮到這連檢队的成果 表示訪問 請進航空來聽出相關情願的介紹 總統馬英九 在行政議長無地國頂人的拜登之下 是來到中臺灣創新航空 參觀文設系統的技術 以及地匯設備技術健康成功 中臺灣創新航空 那當時促進制定的選項 香港也很難得 當時來處理列車建局 以及地匯建局 選出其標準的各國基建局物 對整個香港創新的內容 總統馬英九表示堅定 這次辦這個活動 跟上一次兩年前不一樣 那個是能源之旅 這個是節能減碳 而且目標就是下個月 在發里要召開的氣候變遷 剛要公約的締約國會議 第二十一次就是COPE 21 這個巴黎會議 將來通過的決議是有拘束力的 這個非同小可 我們不敢怠慢 即將獲正的綠建築 那加起來 他們可以節電11點 在跟明天作單時 萬求總統之處 過去中興新村 來不領著專行的問題 因此如果在愛戴 在一項建設 將這項檢討 以及創新建範 作為推動的方向 但是我們上任之後 也花了一點時間 才最後定案 因為除了要做哪些 新的東西以外 怎麼樣處理跟安置 舊的 這也有很多的討論 總算能夠開始 而且在去年能夠完成 看起來這個 基本的方向 跟我們當初當然是一致的 所以愛戴蛇鄉建設裡面 不只這一個創新園區 還有好幾個 萬求總統也強調 最後這項檢討 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除了組織後 來推動新水 以及新燈才會湊濕 現在嘛 透過香港的好朋友 希望建立民眾 有親自的觀念 再來最後這項檢討 既然您先 差不多